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以为还是和往常一样撒狗粮 结果却看到了两人分手的消息 有网友爆料 在元旦当天 谢凌峰独自返回和王妃的爱潮 专门接走了自己的宠物猫 返回香港和家人一起过新年 巧合的是 王妃前脚刚刚返回北京 谢凌峰后脚就带着爱宠离开 按照两人以往的相处来看 这样的行为实属反常 而且之前就有媒体爆料过 王妃身边早就有了新的男友 对方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 王妃走到哪带到哪 甚至在出席和满云的饭局时都带在身边 元旦夜 谢凌峰连夜离开北京回到香港 而王妃却在饭局上喝得酩酊大醉 眉头紧皱 看着好像要哭泣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 网传谢凌峰和公司说了自己与王妃分手的消息 疑似要官宣体面的说分开 但是粉丝们有些费解 两个人经历了重重风波 最终走到了一起 这样的消息到底是传闻还是正在酝酿的猛料 也许谢凌峰的全家腹中可以察觉到一些异样 作为谢凌峰的妹妹 谢凌峰高调回家醒亲 恰好赶上了这场风波 从谢提令的个人社交平台来看 全员出镜 外出玩耍 谢贤身着风味的羽绒服 整个人状态苍傲了很多 享受天伦之乐的她抱着外孙女非常开心 除此之外 谢凌峰和小外孙女也牵手合照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憔悴 但是画面非常温馨 谢凌峰的身形销售紧紧地抱着Sara 从这一点来看 她非常喜欢孩子 拍照的过程中 谢凌峰并没有摘下口罩 但是仍然能看出她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 通过神情来判断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看起来非常憔悴和劳累 尤其是那双大眼睛 原本炯炯有神 如今却看起来无神 王妃和谢凌峰两个人重新走到一起 也是用尽了毕生的勇气 到头来若变成这个样子 任谁也会对生活提不起来兴趣 谢凌峰即便是和家人们待在一起 也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不免引人担忧 要知道 这段感情全国都知道 因为分分合合 面对的处境也极其尴尬 谢贤嘴上说着 只承认张伯之一个儿媳妇 但对于儿子的人生大事 真的可以不闻不问 谢凌峰憔悴的神情 加上各种小道消息 涌现在众人面前 想必舆论也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扰 结合此前谢凌峰晒出来的照片 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她整个人消瘦了很多 浑然没有了寻男的气质 加上之前手上的伤疤 不禁让人脑海中浮想翩翩 这样的感情生活 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 自从和王妃走在一起后 这位顶流就非常的低调 只字不提结婚这件事情 想是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同框照也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近期之内谢凌峰和王妃都没有像从前那样开心过 我觉得重新走在一起 两个人必定会感觉到久别重逢的喜悦 但生活恢复到平淡 面对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难免会出现不快 王妃作为母亲 时刻被外界监督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波及到这段感情 而谢凌峰与孩子之间的互动 也成为了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的环境中去经营一段感情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双方家人是否赞同 重组家庭之后 面对的一系列的分手 以及金钱和物质上的分割 都成为了摆放在眼前的难题 任何感情回头都是一种挑战 不管是谢凌峰还是王妃 那种心灵上的考验 都需要勇气和支撑 这段跨世纪复合 到底会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未知数 结合粉丝们的反馈来看 多数人已经接纳了这段同居关系 并不可望谢凌峰和王妃分开 曾经两个人重新走到一起 舆论呈现出了两极化的争议 如今传出情编的消息 依然是两种不同的声音 两个人已经人到中年 应该慎重地考虑 上一次的分手已经错过了太多太多 人生漫长 遇到一个知己爱人 是一桩幸事 我觉得王妃和谢凌峰 应该慎重地考虑 找到问题的根源 而不是让矛盾继续自生 坦白来讲 这段感情中 卑微无外乎王妃 身为女人的她 没有任何的名分 一把年纪 仍是以女友的身份 守护在爱人的身边 虽然感情牢靠 但架不住流言蜚语的纷扰 谢凌峰如果真的很爱 就应该给予名分 名正言顺地走到一起 一纸婚约并非是摆设 而是感情牢固的强心计 难得回一趟香港的谢凌峰 估计这一次会去看看自己的孩子 已经恢复单身的谢凌峰 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 和张博之破镜重圆 王妃50岁生日当天 谢凌峰曾发文 我爱了你20年 43岁的谢凌峰 不管再想什么 这一句话都不值得他当父亲 长子15岁了 次子13岁了 你爱了别的女人20年 为什么要在两个人的婚姻中生孩子 既然没有爱 这场婚姻该多不道德啊 公开侮辱两个儿子母亲的前妻张博之不说 要把两个未成年放在哪里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长大后 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让谢凌峰认作父亲 这比两个未成年孩子 不认识父亲的试管婴儿还好吗 张博之的家教很好 家喻两个孩子很好 不能让两个孩子怨恨自己的生父生母 但是孩子看得见长大了 独立意识越来越强 两个孩子被周围的人和网友 用有色的眼光看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长大后 怎么能不恨这个不负责任的扎父呢 既然是没有爱 有生物学的父亲 就没有必要对着他那撇着人皮的父亲客气 有网友可能说 谢凌峰给孩子留下了巨额的教育费 孩子有钱能自己长大吗 几岁的孩子如果没有母亲张博之的细心和养育 孩子们就能成为这种个人骄傲的孝顺的美少年 谢凌峰长子谢震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忍不住说出他不配当爸爸 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关注的原因是两个人都曾是歌坛的传奇 无论是谢凌峰还是王妃在他们宏吉一时的时候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存在 他们虽然年少出名在婚姻上都历经过坎坷 但是他们仍然拥有最爱的勇气 年轻时候的王妃和谢凌峰也曾传出过绯闻 当时王妃虽然已经31岁 但谢凌峰才20岁 这个相差11岁的姐弟恋已经被爆出 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更多的也就是祝福 那是2000年的6月份 如今到现在 两个人分分合合已经度过了22年的岁月 在这22年当中 他们彼此结过婚 生过孩子 也曾过与他人一起生活 但最终都选择了离婚 并且再次和自己年轻时候的心仪对象选择在一起 这样的勇气让很多人都感慨 只不过在两年之后 谢凌峰就已经和张伯芝在一起恋爱 随后又有很多人爆出 俩人出去游玩的照片 但同时 他和王妃牵手的照片也闹得满城风雨 故事的结束还在2004年 李亚鹏追到王妃之后 这段恋情才告一段落 只不过在王妃结婚之后 他和谢凌峰仍然有业务上的往来 他们会一起拍电影 两个人各种互动的细节 还被很多粉丝拿出来进行各种猜测 在2006年 谢凌峰选择与张伯芝步入婚姻 本以为迎来了平稳的生活 但因为2008年 陈冠希的事件 又让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平静期 好在谢凌峰还是选择原谅了他 但没想到 2011年 张伯芝和陈冠希在飞机上的照片 又成为压垮谢凌峰的 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最后两人还是选择了离婚分手 而之后王妃也在2013年 选择和李亚鹏离婚 毕竟王妃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传奇 想要将传奇困在家庭当中 是普通人所无法做到的 从此之后 恢复单身的两个人 又擦出了爱情的火苗 在两个人频繁地在公众面前露面 而且十分亲密的时候 大家对他们都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更让很多人感慨 原来兜兜转转 他们还是选择了彼此 很多网友纷纷喊话谢凌峰 让他去找张伯芝复婚 毕竟这些年 张伯芝对两个孩子的付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虽然张伯芝在工作上 去了点情商 但是对待孩子 却是无话可说 加之前段时间 戴斯和汪小飞的互私 网友们更是看清楚了 张伯芝作为一位母亲 是多么称职 王飞比谢凌峰大了11岁 在很多事情上 她已经不像谢凌峰那样 愁愁满志 年龄的限制 让她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年老色衰 再看谢凌峰 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 这样的组合 如果不是婚姻状态 坚持到白头到老 恐怕是一件 极其有难度的事情 相比起王飞的年老色衰 外面的画画世界 难道不是更有吸引力的存在 王飞和谢凌峰 不能名正言顺地 成为夫妻 分手也是及时止损的好事